最近消息看到的是台北又有原警爆出了封技案 士林警分局有一名陈姓袁警 他涉嫌在办案的时候跟另外两名共犯勾结调包毒品 在今天中午间调搜索这位原警的住家跟警分局的办公室 并当场带回陈姓袁警进行诊讯 戴着鸭舌帽穿着身色夹克 这名陈姓警员从前都是他上扣别人 如今换他被双手上扣 因为疑似与毒虫不法勾当 并对记者提问不乏一语 北市警员爆发封技筹文 根据了解这名陈姓警员三十多岁 在士林分局警备队服务 一百一十一年间疑似与毒虫勾结 在办案时趁机将毒品调包 警政署阵风市获报后进行内部调查 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 三十日检方大动作搜索 士林分局以及住家等六处 并带回陈姓远警和两名毒贩 依贪污治罪条例等罪侦办 陈姓警员是警专一百零五年特考班毕业 曾离开过警职一段时间 去竞选士林区牟里的里长 结果落选后来疑似是因为在外积欠债务 才又回国当警察 同时透露他平时工作表现正常态度积极 卷入封击案件同仁都相当惊讶 士林警分局也强调采取无往物纵态度 绝不互断而诚信远警涉案情节轻重 以及是否另有警戒共犯 检方还要持续深入追查 这是陈宜轩杨文豪台北报道